那我们过年回家了,这张图我还没擦,就着这个劲儿,继续 我们说了冲,说了河,三河六河 那么这个三河当中啊,比如说山子沉 那如果是只有两个出现,这叫半河 也叫合半,半加个角丝,就半住了 那这样的情况就不太好 那半河如果能画出东西来呢,画出这个相对的五行呢 那么就叫好,具体能不能画的,看情况 多数啊,这个,这个,跟这个沉须丑位合出来的,木库合出来的 都是直接就入木了,也叫合半了,反而不画出那个本五行了 因为这个土嘛,它合都是进到土里面了,也没有那个其他的五行 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子,因为子无膜有的正位 如果没有这个子,只有生辰呢,多半是合不出来的 但是多少少能拱出来一点子,夹出来一点子,作为那个力道 那么如果天干都是一样的,它可能就能拱出来 最好是什么呢,因为山和水最好是两个人 羊干嘛,只能是人不能是鬼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水反而更旺了 但是填石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而不好 空王等等也是这样论的 嗯,我们还有剩下的,就是行冲,迫害,合 实际上古话叫克,这个克啊,不是太专业 因为生克啊,地支当然也有生克 再加上这个生克,这是最简单的关系,五行的生克 那么天干有什么关系呢,天干有虫,有河,有生克 这个其他的呢,基本上就不愣,没有 那天干的虫是什么呢,就是金跟木虫 水跟火虫,这是正虫,虫的最厉害 那么就是羊虫羊,阴虫阴,甲根根,乙根心 一个人定个鬼 那土,他就因为在正中间呢,他无所论充 那么,当然他就有克,甲克物,以克己 是吧,反过来就是己被以克 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如果是甲,地支旁边有一个这个新,这也叫克,新克甲 但是这个阴阳呢,男女搭配,观号不类,这叫有情之克,克得好说不定还有这个原分比较重阴阳关系 一个观,一个财,这个石神我们在说 那么,这个和呢,天干也讲过了 那生呢,就是木生火了,加一生木,冰定生土 这个生,天干就基本上完了,具体运用的时候有机会再说 那么,地支呢,我们还有一个,先说这个亥,又叫穿 什么意思呢,亥呢,就是那个,当然是不好的字 一般来说,它是怎么个联系呢,就是这个联系 这些,这些字,这些叫亥,也叫穿 穿,穿坏了,比如说身体,也叫穿坏了 穿小鞋,也叫穿,我们可以这样异象,因为很多字啊 它就是根据这个反过来,总结了这么一个字 互相有一定的映射,有的时候也很奇特,甚至没有都有 那么,这个亥呢,就是,婚姻呢,这两个是同一个意思 为什么这两个就穿呢,因为这个陈虚中,陈有和,这两个出现的时候 这个虚,就把这个油被伤害了 我们下一个突然的一个特色 还是他们会做的 一旦那个影响 可以让他们捡钱 我们下路了 这个面目 请务悟 我们下路了 我们下路了